泰國軍政府星期日在曼谷市中心地區集結了數千名軍人和警察 應對可能發生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自從軍政府在5月22日發動不流血政變推翻英六總理政府之後 首都曼谷持續不斷發生規模較小的抗議示威活動 但當局預計星期日在曼谷市中心的商業區可能會發生大規模示威 美國之音記者克爾曼在曼谷的報道說 抗議者藉助社交媒體保持聯絡 試圖轉移抗議地點避免受到安全部隊驅散 警方對傳媒說計劃部署大約5700名軍人和警察 可以迅速制止主要商業中心可能發生的抗議和騷亂 在星期日当局關閉市中心勝利紀念碑廣場附近的主要道路 全民主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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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